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现在是要你行婚的 就是你找个行事婚姻 然后结婚要给别人看 他实际上你爸没走出来 你爸金贵了 你出贵他会贵 好 亲爱的各位道友 今天非常感谢大家 能够来参加我们的 第四期行婚辣典式的活动 好 十五号 请问你为什么要行婚姻 主要是父母的原因 因为我跟我父亲 是坦白了这个事情 他从来没有哭 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哭 然后他叫我 说你必须找个女人 找个男人 找个男人 快点 结婚了 我也拿我自己情人缩交 就是说现在我没有出贵 但是我已经醒过 对吧 你可以跟父母去聊一聊 这个我觉得还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是时间的问题 肯定要藏开了 现在我妈已经能接受我不生小孩了 但是还是要你有一个下一代 对吧 那不还是一样吗 直接的肯定是无效的 就是委婉地 见解地跟他提 不断地提 然后把他思想慢慢地沟通 差不多中间经历了三年的一个时间 他现在慢慢已经能接受我喜欢女孩子 像我们 人家都说 你到现在 你周恩集合到现在没有孩子 好像人家都像背后说笑话一样 他在江湖里没有后代谁来照顾他呀 还没人照顾他呀 我们老了肯定是自己来照顾他 因为说你要出去约会我要出去约会那谁找过小孩 你爸妈找过小孩 哈哈哈哈